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完短信后 阿豪就开始准备抢购最新发布的S6游戏机了 结果整点一到 S6游戏机瞬间就被抢空了 阿豪气坏了 真是奸商 每次都抢不到 而下一次抢购又要等一个月了 下个月 阿豪突然想到了什么 对了 刚刚不是收到了一个未来快递的小广告吗 要不安装一个试一试 点击下载后 系统弹出一个使用说明 欢迎您使用未来快递 本快递所提供的物品皆为您未来所拥有的物品 可以点击未来物品栏进行扭腾 看好后可以下单 而前款将在未来扣除 看完说明 阿豪就傻眼了 真有这种好事 不用现在付钱就能享受到自己未来所购买的物品吗 点击物品栏后 上面立刻显示了阿豪未来六个月所购买的商品 S6游戏机 未来的字迹果然买到了 阿豪很激动 立刻就下单了 下一秒 门铃响了 阿豪开门一瞧 门外不见人影 而地上放着一个未来快递的包裹 拆开后 阿豪忍不住大喊一声 太棒了 果然是S6游戏机 没想到这个未来快递是真的 而且效率也太高了吧 就当阿豪开开心心玩着游戏机的时候 一张小卡片从快递盒里调了出来 上面写着 该物品已被过去的你签收 谢谢您的使用 第一次尝到甜头后 阿豪就停不下来了 他又向了一单 将未来所购买的零食送了过来 一边吃零食 一边打游戏 这日子简直太爽了 不仅如此 这个未来快递APP 也成了阿豪窥探未来的一个工具 将物品难调到未来一年 上面居然出现了明信片《玫瑰花》和写真集 阿豪感到很诧异 未来的自己会买这些东西吗 于是阿豪又下了一单 将这些东西全都寄了过来 结果寄过来的东西阿豪还真的不喜欢 然后阿豪就将它们全部扔进了垃圾桶 有明信写真集 玫瑰花 还有几罐糖豆 画面一转 五个月过去了 这天上班的时候 阿豪收到了一个快递 阿豪觉得很奇怪 不记得最近有买东西啊 打开箱子后 阿豪傻眼呢 偌大的一个箱子里面居然只有一张小卡片 上面写着 亲爱的用户 您的货物已被过去的您签收 感谢您的使用 紧接着 阿豪就收到了扣款的信息 看着金额应该是购买S6游戏机的钱 随着时间一点点推移 阿豪此时此刻所买的东西 开始不断被过去的自己签收了 比如今晚阿豪买了一大袋子零食 准备回家看球赛 结果还没到家 袋子里面的零食突然就消失了 然后只剩下一张已被过去的自己签收的纸条 既然过去的自己拿走了现在的东西 那阿豪只能再去更久远的未来拿东西了 就到这时 女友娟子过来了 娟子一进门就把几个空箱子朝着阿豪扔了过来 阿豪一脸懵圈 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娟子大声直问阿豪 你怎么回事 居然拿一堆空箱子给我 是耍我吗 原来阿豪这几天在网上给娟子购买了几次礼物 结果这些礼物全被过去的阿豪拿走了 其中就有罐装的玫瑰花 明显血真集 发卡和一罐糖豆 阿豪准备解释 但娟子正在气头上 他不想听 直接摔门离开了 阿豪想要去追娟子 结果胸口突然传来一阵脚痛 疼得他站都站不起来 隔天阿豪就去医院看了医生 一番检查后 医生告诉阿豪 你这是急性心脏病 这种病猝死率很高 我可以给你开一点激素就清完 等你发作的时候记得吃一口 还有切记不要再动路了 回到家后 阿豪就将医生开的药 倒进了一个玻璃瓶里 为了方便拿取 阿豪就将玻璃瓶放在了床头柜里 这样的话就万无一失了 就在阿豪放药回来吃外卖的时候 他的外卖已经被过去的自己拿走了 不仅如此 刚刚塞满的冰箱也被洗劫一空了 阿豪很无赖 只能再向未来的自己拿一点食物来吃了 结果未来购物显示什么都没有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未来的自己都没有钱购买东西了吗 阿豪越想越生气 然后胸口再次传来一阵脚痛 糟了 一生气心脏病就发作了 阿豪急忙回房拿救星丸 万万没想到的是 刚刚放在柜子里的那瓶救星丸 也被过去的自己拿走了 这一刻阿豪终于想起来了 记得有一次扔掉的东西里就有一罐糖豆 当时觉得是小孩子吃了就扔进了垃圾桶 没想到那就是未来自己的救命丸啊 故事到这也就结束了 电影娱乐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电影娱乐 与你解忧 大家好 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惊悚漫画时间信用卡 男主阿呆是一个重度拖延患者 不管干什么事情他总是拖拖拉拉 这天下班的时候 阿呆和一群同事准备去喝酒 明导看到的就问阿呆 你上周的专题版面太好了吗 已经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了 应该做完了吧 阿呆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非常肯定的说 都搞定了 明早就交给你 其实呢 阿呆根本没有完成 但他又很想和同事们去喝酒 所以他打算先喝完酒 再回家加个班搞定专题 结果和同事喝酒喝到了凌晨一点半 阿呆顿时有些慌了 都这么晚了 专题肯定又要做不晚了 明天又要挨骂了 就在这时 戴蒙大叔出现了 戴蒙笑着说 小伙子 要不来我这办一张时间信用卡 阿呆转头一瞧 惊讶的发现旁边居然还真的有家时间银行 戴蒙继续说 我们这家时间银行是专门做时间借贷的 就是你可以从我们这边借出时间 让你在几分钟之内做完几个小时 甚至数天的事情 不过你要明白 时间是守恒的 所以记得准时偿还 别透支哦 还有 现在办你的话 我们就会赠送24小时免费额度 阿呆听了非常心动 立刻办理了一张 回到家后 阿呆就按照戴蒙说的方法 双手拿着信用卡 并在心中默念 我现在要完成工作 就借我6个小时吧 睡完后 这卡没有任何变化 而周围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阿呆很气愤 果然是骗人的 哪有什么时间信用卡 现在已经凌晨2点了 还是熬夜完成剩下的专题吧 不然明天就惨了 于是阿呆埋头苦干起来 几个小时过去了 阿呆终于做完了 阿呆升了一下奶腰 嘴里念叨着 应该天亮的吧 吃个早餐就去上班 结果打开手机后 阿呆发现现在才2点30分 阿呆以为手机坏了 又打开了电视 没错 电视也是2点30分 可奇怪的是 电视正在播放电视剧 而里面的人物却一动不动 接着阿呆拿开了窗帘 看到路上有两个新人 他们也是一动不动 好像时间被停止了一样 这一刻阿呆才想起那张 时间信用卡和戴蒙说的话 接待时间后 可以按你的意愿 进行时间比例分配 你可以一秒变成一小时 也可以一秒变成六小时 这样说的话 这时间信用卡就是真的了 阿呆高兴坏了 反正有24小时的免费额度 那我就安安心心睡一个大觉吧 第二天上班 阿呆就得到了领导的表扬 这次没有拖延继续保持 午间休息的时候 阿呆突然想恶作剧一下 于是就使用了时间信用卡 下一秒 同事们就定住了 其实呢 同事们还在动 只不过是动得非常慢而已 接着 阿呆就开始恶作剧了 他首先尝了尝小爱的肉丸 不错 人长得漂亮 厨艺也很棒 然后阿呆又把编辑阿文的文稿删了 因为阿呆最讨厌的人 就是这个阿文呢 虽然整个世界相对阿呆来说变慢了 但只要是阿呆接触的游戏和电影 还是正常的速度 所以阿呆又在公司里打了几个小时的游戏 快要下班的时候 小爱过来问阿呆 是今晚看电影吗 阿呆就才想起来 前几天自己约过小爱 今天下班后去看电影 而电影票阿呆忘在家里了 于是阿呆又使用了时间信用卡 回家拿了票并赶回了公司 就在阿呆准备高高兴兴和小爱去看电影的时候 领导过来了 领导说突发任务 有一个专题采访 今晚必须出稿 所以阿呆还不能下班 阿呆快要崩溃了 怎么偏偏这个时候要加班 真是急死人了 看完素材后 阿呆就更加抓狂了 这些个东西 没有七八个小时根本不可能完成 于是阿呆再次使用了时间信用卡 这一次 他把免费的额度全部都用完了 不过能和小爱一起看电影 多借一点时间也没什么 从这天之后 阿呆就停不下来了 不管什么事情 他都会用时间信用卡 比如上班快要迟到了 阿呆就立刻借几个小时 在床上多睡一下 再去上班 比如踢球的时候 阿呆也会使用时间信用卡 因为大家都变慢了 阿呆进球就像上空门一样 直到这天早上 时间银行发来一条短信 今天是时间信用卡的支付日 您的时间额度已超之 将从未来的时间里扣除 阿呆有些慌了 扣除未来时间 那是怎么扣 瞬间脑几岁吗 不过我好像就借了几个星期的时间而已 如果时间守恒的话 那我最多也就脑一个月而已 没事没事 脑一个月也不会怎么样 就在这时 阿呆发现自己动不了了 确切来说 是阿呆的时间变慢了 导致他行动的速度也变慢了 然后时间银行又发来一条消息 你的时间信用卡月账单 22天已还清 祝您生活愉快 画面一转 半个月过去了 房东过来收房租 敲门无人应答 于是报了警 警察推开门进来的时候 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 因为阿呆瘦得只剩下一副皮包骨 而且死状非常古怪 经法一鉴定 阿呆死了有几天了 死因正是脱水和饥饿 当时阿呆发现自己行动变慢了后 他就想下床找人救自己 结果这半个多月的时间 他才下床走了一米多就饿死在了半路上 故事到这也就结束了 如果你有这种时间信用卡 你能想出什么方式去合理的运用它呢 电影云嫩 云里解忧 下次再见 电影云娜云里解忧 大家好 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惊悚漫画 一件好事 张总是一家糖果企业的创始人 然而比起这个身份 他更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个做好事 而闻名的网红企业家 就连街头巷尾的女孩们 也在讨论着张总的事迹 所有人都知道 张总是一个又有钱又有爱心的企业家 然而镜头背后的张总 却根本不是这样 这天张总正在拍摄一条 中秋送温暖的短视频 镜头中 他拿起一盒包装精美的月饼 递给白发苍苍的老人家 结果等镜头关闭的时候 身边的工作人员 却简单粗暴的收走了那盒月饼 张总根本不在乎 别人到底需不需要帮助 只在乎自己的好人设 能给公司带来什么价值 做完这一场戏 他今天还要去两个养老院做好事 然而一个中年男人 却在这时找到了他 男人是一名希望小学的校长 他哭着说他所在的小学 需要新的教室 而张总之前就在公众面前 答应过会给他们捐款 因为迟迟等不到捐款资金 孩子们又实在没有上学的地方 所以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张总身上 张总面带微笑的 拦住了要跪下的校长 可当摄影机关闭之后 他只是躺栽着 让校长留下联系方式 说之后会联系他 其实呢 张总根本没有想要帮助这个校长的意思 回公司的路上 一位乞丐会在地上向张总乞讨 而张总看得不看他一眼 对于张总来说 傻子才会大发慈悲的做好事 刚回到公司后 张总接到了一个电话 于是他就一边把电话一边上楼 结果一不小心踩到了一个一拉罐 直接从上面摔了下来 等张总新来的时候 他发现身边一片虚空 难道自己已经死了吗 这时身后出现的一个人 正是戴蒙大叔 今天的戴蒙身份是空间管理员 而这个空间叫做生与死的边缘 来到这里的人可能会死 也有可能会活 每个人来到这里 都说明他身上还有那么一点价值 而戴蒙对张总的要求 就是要在12小时内做一件好事 这件好事只有当事人能知道 其他人不能知道 并且当事人一定要发自内心真的感动 这件好事才算完成了 如果无法完成 那张总就要真的离开这个世界了 突然又是一阵白光闪过 张总出现在刚刚摔倒的楼梯旁 一切就像做梦一般 然而他头顶的倒计时 却在提醒着他 这一切都是真的 于是张总推掉了所有的会议 连忙跑出公司寻找做好事的机会 当他看到一位气喘吁吁的大妈时 立马跑过去 接过对方手中的袋子 也不管人家是不是真的需要帮忙 他迫切的样子吓到了大妈 大妈以为遇到了抢劫了 拼命呼喊着救命 最后张总费了好大力气 才从人群中逃了出来 紧接着他又在红绿灯路口 看到了一个老奶奶 他扶着颤颤巍巍的老奶奶过了马路 却下意识地掏出手机 发了一张自拍 把自己的好事迹宣告天下 然而刚放送出去 他才想起来 这件好事不能让别人知道 可这一切已经晚了 也来不及删除了 系统还做出了惩罚 减少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张总只能找新的目标 他接过了环卫工人手中的扫把 开始帮环卫工人清扫地面的垃圾 直到内地去喘允允 这一条路才算打扫干净 然而戴蒙大叔却说 清扫环路是环卫工人的工作 张总这么做只是分担了别人的工作而已 不算做好事 于是张总又尝试了其他几种方法做好事 却都起了反作用 失诺的张总来到了河边 倒计时也只剩下20分钟 他的叹气引起了钓鱼老人的注意 张总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 只能说自己面不久矣 而老人却说既然如此 不如陪他聊聊天 张总走过去陪老人说话 还尝试了一把钓鱼的滋味 他提起自己开了一家糖果公司 可惜老人生病了 不能吃糖 张总丧气地说 如果他还能活着 或许还可以给老人的孙子 寄一点糖果 而老人却说 他一直都是一个人 没有孩子也没有孙子 两人聊了很久 老人才收起东西 准备回家吃饭 离开时 他由衷地感谢张总陪伴自己 而张总也在这时发现倒计时停止了 原来就在刚刚他无心插扭陪伴的老人 为老人驱散了心中的孤独 此时张总的心里没有功力的想法 而老人也是发自内心的感谢 所以他完成了一件好事 不用离开这个世界了 从那以后 张总变成了一个真的好人 他开始做更多好事 还为希望小学命名捐了一笔钱 现在他做好事再也不需要别人知道了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余乐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电影余乐与你解忧 大家好 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惊悚漫画 真实的样子 王有才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 他一生都在与商人算计 到了晚年 最好要和家人算计 就连生命住院 也在担心孩子们是不是真的关心自己 在王有才心里 整个家族貌似只有侄女娟子是关心自己的 可是自从生病以后 娟子一次也没有来过 所以王有才非常郁闷 不知道谁真的关心自己 而谁又只是为了自己的财产 周律师了解到王董事长有这样的烦恼后 就拿出了一枚戒指 周律师说 这枚戒指是一位名叫戴蒙的科学家 最近刚刚研发的 只要戴上这枚戒指 你就会变成对方眼中真实的样子 就好比在某人潜意识里 认为王董事长是一头大象 那么当王董事长戴上戒指的时候 在他眼里 你真的就变成了一头大象 所以这枚戒指可以方便您去探究他人的内心 为了更好地掩饰这戒指的效果 周律师就戴在了自己的手上 下一秒 王有才就看到了一只脑鹰 没错 这脑鹰就是周律师在王有才心中的样子 也就是说 在王有才心里 周律师如同脑鹰一样敏锐毒纳 王有才觉得这个戒指非常棒 立刻就戴在了自己手上 过了一会儿 秘书进来了 秘书平日里对王董事长十分恭敬 然而当王有才戴上戒指的时候 秘书却吓得大声叫唤 因为在他眼里 坐在办公桌上的王董事长 竟然变成了一只狐狸 当秘书下了将保安叫进来的时候 王有才急忙摘下戒指 然后恢复了原先的模样 原来平日里 俯首帖儿的秘书在心底里 却认为自己是一只狡猾的脑狐狸 王有才心里很不爽 打算将这个秘书给换掉 训言过后 王有才准备见一见自己的两个儿子 他先是把大儿子和儿媳交到了家里 然而两人到家后 只看到了满桌的饭菜 却没有看到王有才 于是大儿子来到书房找父亲 结果在书房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保险箱 他凑近一看 才发现保险箱里面竟然全是黄金 贪心的大儿子 立马把手伸了进去 可还没摸到金条 保险箱就像长了腿一般溜走了 大儿子好奇地追逗过去 来到走廊后 保险箱没了踪影 却和王有才撞了个满怀 王有才非常气愤 你这个不孝子 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个装着黄金的保险箱吗 原来刚才的保险箱就是王有才 只不过他戴上了戒指 所以在儿子眼里他就变成了保险箱 虽然已经猜到的是这个结局 但王有才心里还是很难受 他不死心地找到了二儿子 希望能在那里得到不一样的对待 可当他出现在二儿子家门口时 二儿子却看到了一只戴着钻石项链的老狗 不仅如此他还责怪这只狗弄脏了他的地毯 拿着雨伞就砸了过去 王有才见状连忙摘下了戒指 不然怕自己的脑骨头扛不住 事与至此再多的解释也没用了 王有才伤心地离开了二儿子家 就在王有才坐在公园 黯然神伤的时候他收到了一个短信 娟子的父亲也就是王有才的堂哥 竟然重病住院了 而且命不久矣 于是王有才急忙去医院看望了堂哥 结果堂哥却看到了一头心情的脑黄牛 原来在堂哥眼里 堂弟王有才一直勤勤恳恳努力工作 才有了今天的事业 王有才还没来得及感动 侄女娟子就出现在他身边 还开心地跟他打招呼 解释之前没去看他 都是因为自己的父亲生病的 王有才就在发现 自己手上还戴着戒指 而在娟子眼中 自己却没有任何变化 王有才感动极了 原来在这个世上 还有人真的尊敬自己 娟子的眼泪 让王有才再次感受到了久违的亲情 从前的他还怀疑过 娟子对待自己的真心 此刻他心中的疑虑也全都消失了 不久后 王有才写下了遗嘱 公司80%的股份都交给了娟子 他心满意足地签下字 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继承人 而无外 娟子正被王有才的孩子们 为了水泄不通 大家都不理解 凭什么娟子获得了最后的财产 他急得流下眼泪 还是周律师过来护住了他 提醒大家遗嘱以及生效 无论别人再说什么都没用 几人只能失望地离开了 然而就在他们离开后没多久 娟子的脸上却浮起了一抹神秘的微笑 他郑重地向周律师表达了感谢 原来他和周律师是一伙的 他们联手骗走了王有才的财产 当初娟子在看到王有才的时候 并不是看到的他本人 而是看到了一个钱袋子 不过娟子非常镇定 他立马判断出那就是王有才 所以装作一切都不知道的样子 最终获得了所有遗产 然而这些可怜的王有才永远都不会知道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余乐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电影余乐与你解忧 大家好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惊悚漫画杨敏 这天小爱在整理公司文件的时候 遇到了麻烦 刚好同事洪洪走了过来 看到小爱笨手笨脚 于是就帮他一起整理了 毕竟小爱和洪洪在上大学的时候 就是一对好闺蜜 现在又在同一家公司上班 所以他们俩的关系非常好 这时王主管过来告诉洪洪 今晚部门有聚餐的活动 记得要参加哦 说完王主管就去忙别的事情了 此时小爱的脸立刻红得像个猴屁股 原来小爱一直暗恋着王主管 但是王主管帅气又能干 身边的美女如云 而小爱呢平平无奇 王主管是根本不会注意到小爱的 就像刚才那样 王主管只会提醒洪洪 记得参加晚上的聚会 毕竟洪洪也算得上是公司的大美女 见小爱有些失落 洪洪想安慰她几句 结果小爱却说 我没事 晚上和我去一个地方吧 下班后 小爱就带着洪洪来到了戴蒙大叔的家里 原来小爱最近打听到 戴蒙会一种古法整容术 据说非常有效 说明来以后 戴蒙就拿出一个青铜洗脸盆 并告诉他们 传说古人就是用这个脸盆整容的 只要在周围点上七根蜡烛 然后烧一张画像 将灰洒入盆中 之后每天晚上用这盆中的水洗脸 那么你的五官就会被这画像中人的五官所替代 不过今时今日就更加方便了 只要泡一张面膜在盆里 并烧一张大美女的照片 用浸泡过的面膜敷脸就行了 听到这里 洪洪觉得很可笑 这脑头说的方法不毁容就算好了 鬼才相信呢 虽说洪洪心里这样想的 她并没有表现出来 而小爱却听得很认真 她问戴蒙 照片有什么要求吗 戴蒙回答 没有什么要求 不管是打印出来的 还是从杂志上剪裁下来的图片都可以 现在小爱还在考虑中 洪洪笑着说 这种民间传说的东西 说不定真的有神奇之处 反正试一试又没什么坏处 你就试一试吧 最后在洪洪的怂恿下 小爱就将这个脸盆带了回去 一回到家 小爱就按戴蒙的方法做了 小爱最喜欢的一个女演员 是安吉娜贝贝 于是她将贝贝的照片烧在了脸盆里 烧完后 小爱就从盆里捞起面膜 并敷在了自己脸上 结果几天后 小爱的脸真的变好看了 同事们都表现出很吃惊的样子 小爱 你去整容了吗 怎么变好看了这么多 就连平时不怎么搭理小爱的王主管 也在这时约小爱 这个周末一起去看电影 晚上小爱已经睡着了 洪洪却突然爬了起来 因为她心里不平衡 她嫉妒小爱变漂亮了 并且还害自己在公司里失了宠 于是洪洪就从杂志上 剪下了几位大明星的五官 有陈圆圆的额头 林佳佳的鼻子 还有安吉丽娜的嘴唇 这几个五官凑在一起 就是洪洪最理想的样子 照片搞定后 洪洪就将脸盆里的水 换了一盆新的 并给自己泡了一张面膜 敷完面膜后 她又在盆里 烧了一张小爱之前的照片 打算将小爱打回原形 几天后 小爱和王主管 看完电影一起吃饭的时候 王主管一年不月的说 你不是之前整过容吗 小爱不知如何回答 因为自己的脸 的确有恢复原来的样子 然后公司里的同事 也都在背后偷偷议论 小爱整容失败了 你看她的脸又变丑了 而且更奇怪的是 洪洪突然变漂亮了 她的五官非常精致 有好几个大明星的影子 随后 小爱就把自己的想法 告诉给了洪洪 最近我天天敷面膜 反而我的脸越变越丑 不过你的五官 怎么越来越好看的呢 洪洪急忙解释 我的脸还好吧 都是化妆出来的 然后小爱继续说 我想把那个脸盆还给戴萌的 一点用都没有 而且我也想清楚了 王主管是个研制档 即便我整容了 她也会去追求更漂亮的 所以我还是做回我自己吧 听到小爱要把脸盆还回去 洪洪有些激动 激动的脸都快变形了 小爱看到 被吓了一跳 洪洪 你的脸怎么了 而下一秒 洪洪的脸又恢复了正常 见小爱如此慌张 洪洪一脸梦圈 我的脸怎么了 小爱又仔细看了看 然后唏嘘的说 没事没事 可能我眼花看错了 晚上小爱在公司 加了几个小时的班 所以下班比较晚 回到家后 只见洪洪坐在脸盆旁 一动不动 小爱有些诧异的问 洪洪 你在用那脸盆整容吗 你都这么漂亮了 还需要吗 说完 一张面膜 从洪洪的脸上掉了下来 紧接着 洪洪转过头来 那是一张非常恐怖的脸 上面的五官 全部有趣变形了 之前戴蒙是说过 照片没有什么要求 不管是打印的 还是从杂志上面 剪裁下来的都可以 不过戴蒙没说 将几个人的五官 拼凑在一起啊 所以最后 洪洪脸上的五官 出现了排斥反应 而成了一团浆糊 故事到这儿 也就结束了 电影鱼呢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电影鱼呢 鱼里解忧 大家好 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 惊悚漫画 黑锅 这天阿呆 在乘坐公交的时候 意外发现 一个长相帅气的小哥 摸了旁边的妹子一下 妹子一转身 看到身后 站着两个男人 一个是帅哥 一个是长相猥琐的阿呆 于是妹子 毫不犹豫地 给了阿呆一拳 你这个臭牛芒 太无耻了 而阿呆早已习惯了 因为他从小 就是背锅的命 比如小时候 班尼丢了东西 第一个被老师搜书包的 肯定是阿呆 因为阿呆小眼睛 尖嘴巴 看起来就爱偷东西 后来阿呆参加了工作 这种状况也没有改变 只要公司里 发生了不好的事情 同事和领导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阿呆 而今天阿呆 又被别人误认为 是臭牛芒 阿呆心里非常难过 什么时候 自己才能不背锅呀 就在这时 一个大叔 快速朝阿呆冲了过来 前面的小哥 请你等一等 送你一个新年礼物 说完 大叔摆出一个扔东西的姿势 而阿呆什么都没看见 紧接着 几个民警冲了上来 将脑头带走了 阿呆一脸懵圈 难道那个大叔是个神经兵 这时 阿呆透过旁边的玻璃 看见自己背后出现了一口黑锅 什么情况 是谁在恶作剧吗 于是阿呆急忙将黑锅卸了下来 扔进了垃圾桶 结果下一秒 那口黑锅嗖的一声 又飞了回来 更奇怪的是 这口黑锅只对阿呆可见 别人根本看不到 阿呆非常郁闷 本来自己就很倒霉了 现在又背到一口甩不掉的锅 真是气死了 这时 阿呆不小心将一颗石子 踢到了前面一位壮汉的头上 壮汉一个转身 眼神里充满了杀气 二代吓坏了 这下惨了 结果壮汉没有找阿呆的麻烦 而是把阿呆后面的小哥暴揍了一顿 与此同时 阿呆发现自己的黑锅 莫名其妙的跑到那位小哥的身上了 等小哥挨完揍后 那口黑锅又重新回到了阿呆的身上 这一刻阿呆终于明白了 这锅不是普通的锅 而是一口神奇的甩锅 回到家后 阿呆还在网上查询了这个宝贝 结果还真的查到了 网上有记载 这口黑锅会认主人 他喜欢衣服在倒霉蛋的背后 主人越倒霉 黑锅就越喜欢主人 拥有紫锅的人 就能用甩锅的方式 将自己的错误转嫁给别人 看完介绍 阿呆就迫不及待的出去实验了 来到街上 阿呆看见清洁工正在清扫街档 于是阿呆走上前 将垃圾桶给踢翻了 踢翻的同时 阿呆还把背后的锅 甩给了旁边的小哥 最后清洁工没有找阿呆的麻烦 而是将矛头指向了小哥 不管小哥如何解释 清洁工一口咬定 就是小哥干的 从这一刻开始 阿呆就肆无忌惮的 开始干坏事了 比如在公交车上骚扰妹子 然后将锅甩给旁边的帅哥 来到公司后 阿呆又把之前甩锅给他的同事们 全都报复了一遍 渐渐的 阿呆发现这个锅的作用 不仅仅是恶作剧和报复那么简单 他还有更厉害的用法 比如吃霸王餐 吃完大餐后 阿呆不用给钱 直接将锅甩给了外面的路人 这天阿呆计划着 干一笔大的打劫金店 只要干这一次 下辈子就不用愁了 走进一家金店后 阿呆发现 这里就一个桂园 而且还是一个男的 更可笑的是 这个男桂园的长相非常怂 然后阿呆就笑出了声 对不起了兄弟 这黑锅你背定了 说完 阿呆就拿出锤子 开始抢劫了 桂园吓傻了 他从来没有见过 如此凶悍的劫匪 抓完金子后 阿呆也没有逃跑 而是坐在这里 等着警察过来 就在警察进来的一瞬间 阿呆无比淡定的 将黑锅甩给了身后的桂园 下一秒 警察冲过来 将阿呆逮捕了 此时此刻 阿呆整个人都懵了 怎么回事 你们抓错人了 应该抓那个桂园啊 就在警察将阿呆 押上警车的时候 阿呆惊讶的发现 那口黑锅 还在桂园的背上 这一刻 阿呆终于明白了 这黑锅是会认主人的 他识别到 桂园比阿呆更加倒霉 所以就认桂园做主人了 就像之前的那位大叔一样 大叔犯了事之后 准备将锅扔给阿呆 没想到是阿呆更加倒霉 所以黑锅就临时更换了主人 看着阿呆被警察带走了 桂园一边发朋友圈 一边感叹 他不是遇上了一个傻子吧 故事到这也就结束了 电影娱乐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电影娱乐 与你解忧 大家好 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金属漫画 永不分离 故事开始 男主阿坤搬到了一个新的小区 随后系行李的时候 阿坤没拿稳 行李箱从车顶滑了下去 就在这时 一个路人将行李箱抱住了 阿坤健壮 急忙表示感谢 谢谢你了哥们 结果抱住行李箱的 不是什么哥们 而是一位大美女 阿坤顿时又慌了 不好意思啊 刚刚没看清楚 而这位美女一点都不介意 甚至还帮阿坤搬运行李 看到美女轻轻松松的提着两个大行李箱 阿坤都自叹不如 搬完行李后 美女发现时间不早了 于是说了一声再见 便急匆匆匆地跑回了家 而阿坤就站在原地 一直目送美女走进自家的门 这时房东大妈过来了 房东大妈笑着说 小伙子 那个女孩你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她只属于她的母亲和姐姐 原来那个女孩叫做小爱 她和母亲姐姐住在一起 而她的母亲和姐姐好吃难做 从来不干活 全家都靠小爱一个人来养活 所以说小爱的母亲 是不会将小爱交给任何男人的 房东大妈刚说完 小爱家里就串带她母亲和姐姐的责骂声 你这丫头帮陌生人搬家 是吃饱了撑的吗 有时间就去多赚钱 听到这里 阿坤非常愤怒 太过分了 哪有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女儿的 于是阿坤敲响了小爱的家门 准备找小爱的母亲理论理论 结果出来的却是小爱的姐姐 小爱的姐姐非常不友善 她大声呵斥阿坤 我家的事轮不到你指手画脚 臭男人 给我滚原点 阿坤被小爱姐姐的气势吓到了 完全没有反驳的勇气 而房东大妈则笑着说 这个女人是不是很可怕 如果你认识了她们的母亲 你就会发现这个姐姐其实算很温柔的了 听房东大妈这样说 阿坤就对这一家人更加好奇了 通过半个月的观察 阿坤已经找出了一些规律 小爱的姐姐每天晚上八点出门 晚上十一点之后才回家 小爱的母亲则每个周末出现 早上九点出门 晚上才回来 而小爱呢 周一到周六 每天七点出门 晚上七点左右准时回家 这样说的话 小爱的确是一个人在赚钱 养着她的母亲和姐姐 这天阿坤在观察小爱的时候 被小爱发现了 而小爱憔悴的面容 让阿坤感到心疼 这一家人简直不是人 凭什么让小爱养他们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阿坤决定拯救小爱 隔天早上阿坤拦住了小爱 便非常诚恳地询问她 如果你每天赚不到足够的钱回家 你母亲和姐姐就会责罚你 是不是 小爱看着阿坤点了点头 然后阿坤就拿出一叠钱 这些钱足够买你今天上班的时间了吧 说完阿坤就拿着小爱走了 小爱有些惶恐 你是要带我去哪 阿坤大声喊道 我要带你去玩一天 忘掉那些不开心的人和事 就这样阿坤带着小爱去看电影 去游乐园 还品尝了各种好吃的 一天结束后 小爱表示 今天是她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就这样 阿坤通过买下小爱的工作时间的方式 和小爱度过了两个月快乐的时光 而他们彼此也心照不宣地成了一对情侣 这天晕完慧回家的时候 阿坤准备给小爱一笔钱回家交差 结果发现 钱包里一分钱都没有了 于是小爱回到家里后 被母亲和姐姐臭骂了一顿 知道小爱又被欺负了 阿坤非常难受 然后就萌生了一个想法 隔天阿坤找到小爱 便告诉她 我们远走高飞 永远地离开这个家 如果你愿意的话 明天下午三点到公园会合 小爱表示自己办不到 因为母亲和姐姐离不开自己 看到小爱这副样子 阿坤将藏在心里的话 全部都说了出来 他们有手有脚 凭什么强迫你供养他们 还每天对你恶语相向 这种人根本不值得珍惜 你好好考虑一下吧 我可以带你去别的地方 开始新的生活 画面一转 到了第二天 阿坤提前一个小时来到了公园 此时此刻 阿坤心里还是没底 他不知道小爱会不会答应自己 来到约定的地方后 阿坤高兴坏了 小爱居然来了 结果等阿坤走过去的时候 才发现这个女人不是小爱 而是小爱的母亲 而母亲二话不说 直接掏出一块板砖 向阿坤砸了下去 最后还是怒人帮忙 将小爱的母亲给扯开了 回到家后 阿坤十分伤心 为什么出现的公园的 会是小爱的母亲呢 奶奶小爱出卖了自己 接着画面来到小爱的家里 此时小爱和阿坤一样 正在伤心 而她的母亲就咆哮到 小爱快把身体给我 我要吃东西 下一秒 小爱的脸换成了她母亲的脸 原来小爱母亲 还有她姐姐三个人 共同拥有一个身体 每当需要吃饭和玩乐的时候 母亲和姐姐就会霸占这个身体 而到了需要工作的时候 母亲和姐姐就会将身体还给小爱 所以说小爱和阿坤在一起的日子 母亲和姐姐一直都是知道的 可现在阿坤成了穷光蛋 于是母亲就警告小爱 远离那个小子 不然就把我们三个人 共用一个身体的事情告诉她 第二天阿坤收拾了行李 准备搬离这里 因为小爱拒绝了自己 再留在这里也没有意思了 就在这时小爱出现了 而且她还拖着行李箱 没错 小爱决定和阿坤远走高飞了 阿坤喜出望外 没想到小爱居然答应了自己 同样觉得意外的 还有房东大妈 真是见得鬼了 她母亲就这样放她走了 就在阿坤和小爱开始憧憬 他们未来美好生活的时候 小爱的背后发出了一丝丝奇怪的声音 原来小爱为了和阿坤远走高飞 她用胶布将母亲和姐姐的嘴巴沾了起来 但这个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阿坤迟早也会知道这个秘密的吧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娱乐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电影娱乐与你解忧 大家好 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国产金属漫画 杠金 小刚从小就是个杠金 无论别人在干什么 他都要诋毁和吐槽 因此很多女同事都被他骂哭过 当别人觉得他不礼貌时 小刚却仍然摆出一副 众人皆对我独行的样子 这天小刚一口气就杠了好几个人 首先一个同事发了条动态说 白粥比豆浆好喝 小刚看到后 片立刻回复 难道只有我觉得咖啡配热狗 才是最美味的吗 然后另一位好友在朋友群里 发了条法国旅游的风景照 小刚看到后心里又不爽了 于是劈里啪啦敲打着键盘 国外就了不起啊 重洋媚外的家伙 听到完后 小刚突然想到 法国的牛奶不错 干脆就让他带一箱回来吧 结果这个好友直接在小刚 给他黑了 然后小刚自言自语道 开个玩笑就杀人 真是玻璃心 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做到这时 小刚突然感到 后脖子有点重 来到卫生间后 小刚傻眼了 脖子后面 竟然出现了一个杠铃 而且杠铃死死的 粘在他的脖子上 怎么都拿不下来 更奇怪的是 这个杠铃只对小刚可见 而其他人 根本就看不见 听到同事说 没有东西 小刚立马开杠 你是是什么事 你该去医院检查一下了 这么大一坨 我居然看不见 同时不想搭理小刚 骂了一句 神经病 就气愤的离开了 渐渐的 小刚发现 脖子上面的杠铃 别人是真的看不见 而且这个杠铃 还会随着小刚 发表意见 而越来越重 于是小刚决定 不再发表任何意见了 见到两个女同事 在显摆刚买的包包 小刚也一声不吭 当做没看见 这时脖子上的杠铃 突然变小变轻了 再过了几天 那杠铃又变小了许多 几乎感受不到 它的存在了 然而 沾沾自喜的小刚 觉得这几天 所发生的事都是幻觉 由于几天没有发表意见 小刚变得非常难受 来到公司后 她开始对别人 平头论足 办公室的女同事 因为失念在哭泣 她不仅没有同情心 还觉得是因为 女同事没有魅力 才会被人甩 女同事受到打击 哭得更加伤心了 其他同事 都开始指责小刚 但她毫不在意 反而认为 大家的指责 让她有了发挥空间 她越说越过分 越说越伤人 就在这时 一个巨大的杠铃 出现在小刚的头顶 下一秒 小刚一头栽倒在地 然后再也没有起来 没多久 小刚这样的案例 在多地频发 许多媒体 都开始争相报道 然而就在这些报道下面 无数杠筋 仍旧敲击着键盘 故事到这 也就结束了 超能力觉醒 一艘豪华游艇 穿梭在大海上 游轮上聚集了 来自全球的富豪和权贵 他们在这里 尽情狂欢豪赌 而为他们所服务的 劳动者小军 却拿着最低年的工资 迎来送往 他微笑着 面对每一个客人 便在心里默默发誓 也要成为有钱人 正在这时 戴蒙大树的丝巾 掉到了地上 小军捡起来之后 想要还给戴蒙 戴蒙向他表达了谢意 还给了他一个面包 并告诉他 只要吃下这块面包 你就能获得一种超能力 并摆脱现在的困境 而对于小军来说 最大的困境就是穷 他表面恭敬 担心你一点都不信 不过确实一天没有吃饭了 于是他把面包吃了下去 而他所处的世界 竟然真的发生了变化 就在他睁眼的那一刻 每个人的头上 都出现了一个红色的数字 小军仔细一看 从镜子里发现 自己脑袋上也有一个数字 上面写着24 这正是自己的年龄 难道这些数字 都是大家的年龄吗 小军感到疑惑 就算知道了这些 又如何让自己变有钱呢 很快他就想到了办法 这里可是赌场 赌什么都会有人奉陪的 于是他用所有的筹码赌 能在30秒之内 猜出别人的年龄 一开始很多人都不信 直到一个女人站出来 打破了这个局面 小军看了一眼这个女人 便脱口而出 32岁 结果女人身边的男人 却笑着说 你眼里也太差了吧 他只有24岁 然后小军则淡定的对女人说 你可以将身份证 拿出来证实 谁知道女人吓得 立马逃走了 而他的年龄也不言而喻 就这样 赌场的人们都站得出来 和小军赌博猜年龄 而小军全都猜对了 一下子就赢了这辈子都用不完的钱 这时一个脑头走了过来 小伙子 你来猜猜看我多少岁 小军看了一眼 便胸有成竹地说 您今年76岁 结果老头吐出了两个字 你错了 说完 老头拿出了身份证 从身份证的出生日期来说 老头现在还是75岁 而明天才慢76岁 而现在 距离明天只有10分钟了 就因为这10分钟的差距 小军输光了所有的钱 小军顿时就疯了 怎么回事 我的超浓力出了问题吗 就在这时 游轮开始剧烈的摇晃 没一会儿 游轮就被狂风巨浪冲解体了 所有人都被卷入海浪之中 无意幸免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小军才明白 原来那些数字 并不是每个人的年龄 而是所有人的死亡年龄 所以脑人头上的数字 才会显示76 因为在轮船遭遇事故的时候 刚好过去了10分钟 故事到这儿 也就结束了 电影云乐 云里解忧 下次再见